剛剛應該有看到這一段了吧 就是兒童 台灣的兒童重症 腦炎死亡頻傳 但陳時中的回答是說 沒想到兒童腦炎Castor 在此台北市議員侯漢廷就中轟 說指揮中心講一堆垃圾話 這根本就是在謝澤 針對小兒的這個問題 他怎麼去做出解釋 他就說 這是可能跟台灣人基因多性 多形性有關 所以新冠比較容易引發兒童腦炎 他這句話什麼意思 謝澤 他說為什麼台灣會有 這麼多的兒童腦炎 你看陳時中的回答叫 我沒想到 他的回答叫我也沒辦法 另外他又補了一句 叫做可能是基因有關 就是怪你自己 為什麼你家小孩會得腦炎 怪你自己基因的問題不怪我 他們都不是你放病毒進來的嗎 不是你們決定要開放邊境的嗎 你們決定要採取所謂的 新台灣模式的共存 然後才導致不幸的上升 然後你又說這怪你自己 其實李彬應的這種垃圾化 這種冷血至極的回答 有很意外嗎 不意外 去年的時候 民進黨也是這麼說 指揮中心也是這麼說 不要忘記去年我們走了800多人 當時指揮中心叫張上淳的 張上淳說什麼 他說都是因為家屬放棄急救 記不記得 他說本來可以救得回來 是家屬放棄急救 家屬說我哪有放棄急救 我們都是聽你的話 所以這就是指揮那天幹的事情 死人了就不關我的事 肯定都是你們幹的 這就是指揮中心 我覺得這這麼多時間以來 就問一個問題 防疫指揮官 他防疫到底這一個月來 防了什麼疫 他到底讓哪一個疫情不擴散 讓哪一個疫情沒有往外傳播 結果搞了半天 就是真正防疫的東西 他也不知道 他也沒辦法 然後請他給出一些辦法 跟指引 指導民眾 你看指揮 你要指揮民眾怎麼做 結果他的回答叫 民眾要自主應變 那你也沒在防疫 你也沒在指揮 你到底幹個鬼的防疫指揮官 染疫死亡的人數 已經破了2000例 不過不少的確診患者 是在死後就立刻被火化 家人沒有辦法看到最後一面 甚至送他們最後一程 一時蘇伊豐覺得 疫情發展到現在 政府都要跟病毒共存了 台灣社區也普遍 因為是病毒 那何必要強制移提 快速火化 這樣的做法 會造成很多家屬的傷痛 似乎可以取消一下 的硬性規定 疫情嚴峻6月1號 國內染疫死亡 再新增122例 目前累計2377例 但許多確診者死亡後 直接被火化 家屬無法見上最後一面 他就一個孤零零 坐著 坐著禮儀車的車 就離開雙和區域化 我們沒有辦法親自送他 無法送家中寶貝最後一程 是父母心中最大的痛 去年也有一名60歲老先生 曾告訴妻子過世後 想穿自己喜歡的套裝 但衣服還沒送搭 遺體就被送去火化 妻子悲痛萬分 胸腔科醫師蘇伊豐呼籲 台灣社區遍地都是病毒了 何必強制遺體快速火化 身在防疫第一線醫師 將冠與分享 有確診者女兒得知 父親的病況不見好轉 問他爸爸要走了 我們會看到他最後一面嗎 但卻只能告訴家屬 不能打破隔離規定 不過這些轉重症的病人 很多都無法見上家人 最後一面就快速火化 對於家庭關係好的家屬 是很殘忍的 就當政府天天告訴百姓 要與病毒共存 卻不斷放寬隔離政策 但卻不讓染疫病逝的確診者 與至愛的家人見上最後一面 讓家屬如何接受 記者張宥慈 陳佳倫 台北採訪不到 Victoria說是悲從中來 Matt說這真的是悲劇 輕輕認為政府做的事都很矛盾 那現在就有人提到了 那到底遺體 需不需要快速火化 這個政策要做調整嗎 指揮官陳時中說 目前的規定是24小時之內 你要通報 並沒有要求24小時內 要處理遺體 大家報告過很多次 我記得對已經 就第一個是 第五類傳染病是規定在24小時內 要報告 不是24小時要處理屍體 也要報告有這樣的情形 至於在處理屍體能夠火化 或者就是說也可以生埋 火化叫做火化的一個程序 但生埋可能另外還要再來申請 所以並不是24小時內要處理屍體 是24小時要通報 民進黨台北市長提名人選還沒有出爐 不過無任所大使林佳龍日前宣布要爭取黨內徵召 今天一早大台北雲林同鄉會出面力挺身為雲林子弟的林佳龍 更像身兼黨主席的總統蔡英文喊話 說提名林佳龍參選台北市長的這一局無論如何都一定是會贏的 要推就是要推對的人而不是要推自己人 民進黨支持林佳龍 蔡英文主席 提名林佳龍 當年最大的希望就是民進黨的 可以支持林佳龍主席蔡英文可以提名林佳龍來參選台北市長 大家知道說林佳龍不管是做立委 做市長 做交通部長 他的政治的這個經驗可以說是最豐富 說起來就是參選的條件最豐富 我們台北市已經二十幾年沒有民進黨的指定 為燃水病做一次到現在 是怎麼民進黨沒辦法在台北市選贏 這個民進黨的檢討 我們外面在看的人是很清楚 還是不要施工 所以提名的林選非常非常重要 這局如果要贏 一定要推出對的人 不是推出自己的人 我相信這是黨中央要去考慮的 我們要告訴大家 我們有優惠我們中天的網友 這些東西都可以在我們快點購網站上投來購買 現在有三種不同的好康組合 購買的時候呢 不要忘記我們有非常多的這個折扣代碼 可以給大家來輸入 可以享有一些優惠好康 是不太會 示範 谢谢观看